深夜时刻 碧桂园没扛住 碧桂园突然宣布 11支净内债停牌 包括16藤月02 19BD03 20BD03 20BD04 21BD01 21BD02 21BD03 21BD04 22BD02 22BD03 以及一支未公开发行的私募债 前面的数字代表的是发行年份 后面的数字是编号 16藤月02 这支债券发行的票面价格为100元 而今实时交易价已经跌至30元 在8月9日的时候 16藤月02债券跌至25.5元的最低价 盘中反弹 保障20% 升至35元 随后又回调至30元 如果这时候去抄底 用30元的价格买下这支债券 碧桂园要是恢复偿付能力 算上利息 就能报赚240%以上 但情况不容乐观 这是一支7年期的债券 到今年的10月21日就到期了 需要偿付本金加利息 年利率为4.5% 发行总规模20个亿 碧桂园能不能拿出来这笔钱 情况很不明朗 19BD03债券也已经跌至26.7元 发行价为100亿 总发行规模30亿 票面年利率4.98% 在今年的11月20日就到期了 上述11支债券总额大约在160个亿 其中最紧急要偿付的是 16藤月02和19BD03两支债券 金额不算特别大 一共50亿元 2022年底时 碧桂园账上可使用现金余额 为1475.5亿元 极电上半年净亏450至550亿 碧桂园的现金流应该也还没有耗尽的地步 碧桂园真正的风险来源于销售 2023年1至7月 碧桂园全益销售额累计1408亿 同比下降35% 要是和2021年相比 碧桂园的全益销售额下滑了61% 更糟糕的是 这种螺旋式的恶性循环还没有走到尽头 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 碧桂园全益销售额较2021年暴跌78% 和恒大爆雷不同的是 碧桂园是一家符合央行三道红线的民营房企 根据央行发布的三道红线 房企踢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要低于70% 净负债率不得高于100% 现金短债比大于1 碧桂园的这三个数据分别是69.4% 40%和1.6% 财务数据完全达标 2021年底 碧桂园账户上还躺着1800多亿的现金余额 在一众民营房企中 碧桂园显得鹤立鸡群 这也让碧桂园成为许多业主信赖的品牌 当恒大融创躺平 摆烂等着政府来救市时 碧桂园正常经营正常交楼 2022年 恒大只交付了30.1万套房子 而碧桂园交付了近70万套 2023年上半年 碧桂园依然完成了27.8万套房子的交付 可作为宇宙第一大房企 即2023年 碧桂园手里就还有70万套房子需要交付 一般来说越接近交付年限的房子 工程量就越接近于完成 可能就差那么最后一点点 如水电安装 内部装修 电梯入户 外墙刷漆 门窗安装等 全国绝大部分烂尾楼都不是没有动工 而是已经封顶 却没有足够的现金完成最后的交付 队长知道 每一次房企陷入财务危机 都会有一群人冷嘲热讽 这些房企真该死 炒高房价的都是这些房企 对于这些人的嬉笑怒骂 队长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着房企 碧桂园的合作供应商企业 一共有3.3万家 背后是上百万个工作岗位 碧桂园自己也是一个庞然大物 员工总数超过30万 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已经是四连跌 出口达到三年来最低水平 严格来说 降房价 旧房企 稳就业 并不冲突 在队长看来 这时候最需要站出来的就是银行 银行对房企 对购房者 共同让利 一方面 让银行延迟对房企的债务追索 或者主动降低房企的存量贷款利率 另一方面 大幅调低购房者的存量房贷款利率 调低购房按揭贷款利率 让买不起房的年轻人 买得起房子 如果银行这边不松手 不仅是购房者难受 房企也承担巨额的利息成本 金融业应该到了 为实体建筑业让利的阶段了 银行与房企本就是 一融俱融 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一味地牺牲房企 银行最后也会被拖下水 通过银行让利 让房企回笼资金 完成保交楼任务 房贷利率低了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多了 在外贸疲软的时候 内需消费也能刺激经济增长 不说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至少银行也要为中国经济的 脱底与反弹 去贡献一份力量 房企最怕的是 交楼交不出 商欲受损 更加没人买了 进入恶性循环 到时 收不到房的业主 除了骂房地产老板没良心外 谁来解决这个烂尾楼呢 输出情绪很容易 可解决问题才是最难的 不管碧桂园有多难 各方都要齐心协力 共同妥善解决保交楼 尽量避免房企供应商 大批破产倒闭 当农民工都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农民工的孩子用哪来的学费上大学 当年 多少农村孩子 就是靠着老父亲 在工地上搬砖 供养孩子上完大学的 在农村有一块地 有一口饭吃 饿不死 可看病 上学 养老 交电费 交医保 都需要现金 不是种地就能解决的 难养人家